现在的男生他们出来相亲 已经达成了几条共识 你们知道吗 反正他们现在大家都在这么做 首先相亲第一次出来见面 不会全部的消费都自己掏钱的 不管这个女生多漂亮 他有多喜欢 只要是遇到那种非要吃大餐逛商场的女生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撤离现场的 第二条交换联系方式之后 这种回消息特别慢的女生 比如说上午发消息 晚上才回 那这个直接就会删除的 大家都很忙 行就行 不行就下一个 现在的男生每天工作也很忙 女生还希望他主动花时间给你聊天 那人家也主动了 但是你还要端着那个架子 他如果真的很会哄女生 他有这个功夫的话 他生活中不早就脱单了 所以女生也想想 你们那些慢热矜持 可能现在真的不太管用了 你不行不主动 人家马上就换下一个了 第三条 两个人聊天聊了很长时间 但是这个女生就是很难约 约不出来 约了三次都不出来 那直接就拉黑删除 谁也不想给谁做被胎的 没有那个功夫给你耗的 第四条 就是约会了三次 还不肯确定关系的 你约她 她也不拒绝 送礼物她也收 虽然这样 但是人家就是不跟你推进关系 这种女人赶紧删除 那明摆的就是把你当成了饭票 提款机 反正她自己又不吃亏 对吧 第五条 确定关系之后 三个月还没有打算见父母的 果断分手 要知道 你们都来相亲了 就别整那些复杂的东西 行就行 不行 马上就下一个 没有必要浪费彼此宝贵的时间的 你说对不对 如果男生也喝毒鸡汤的话 那会是什么样的呢 男人啊 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哦 该吃吃该买买啊 想放松了 就来一场缩走就走的旅行吧 千万不要委屈了自己 钱这种东西啊 就是给女人看看的 不是给她花的 如果一个女人真的喜欢你 她就会努力变得更强大 给你买房 给你买车 给你买游戏装备 给你花钱的女人不一定爱你 但是不给你花钱的女人 一定是不爱你的 你不用主动联系女人 如果她想你 自然会联系你 如果她不想联系你 那你联系她干什么 男人找女朋友 一定要找一个像母亲一样爱你 把你宠成小王子的女朋友 怎么样 听着是不是特别的别扭啊 但是又有几个男人 真的会去这么想呢 而很多的女人 却会真的成为毒鸡汤的牺牲品 想想现在多少毒鸡汤 祸害的年轻人 特别是一些好端端的家庭被拆散了 毒鸡汤的功劳真是堪称第一 特别是女人被毒害的最深的那几句啊 第一句就是 家是讲爱的地方 不是讲理的地方 你给我讲理 那你就是不爱我 我真的想笑死 男人不跟你讲理 那他跟你讲什么呀 就哄哄你 能解决问题吗 第二句 真正爱你的男人 是把你当女儿一样来宠爱的 说这句话的人 我就想问问 你有没有把人家当爹羊去孝顺呢 男女之间是一种价值交换的关系 你啥都不想付出 又想别人把你当女儿宠 凭啥吗 人家又不缺个祖宗 第三句 我在自己的家从来不做家务 凭啥嫁到你家 我又得洗衣服 又得做饭 还要带孩子 我想说啊 你既然结婚了 你必须得分个你家我家吗 再说了 你做的饭 就是给男人吃吗 你自己不也得吃吗 这个家你不用住的吗 你不也得住吗 这孩子是给男人生的 不是给你自己生的吗 第四句 给你花钱的男人 不一定是爱你的 但是不给你花钱的男人 一定是不爱你的 什么玩意儿啊 如果这个男人 只要是给你花钱了 就代表爱你 那我请问 你是个什么东西呢 是个被交易的商品吗 最后一句话 只要女人还能生孩子 就没有真正的男女平等 如果想平等 就让男人也生孩子 我就想问问你 如果男人还能生孩子 那要你干什么呢 千万不要小看 这些女权主义的毒鸡汤 一个人长期被这种思想灌输啊 他的价值观就会扭曲的 最后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因为什么就离婚了 你们说对不对啊 今天有一个男生过来啊 跟我聊起他 最近相亲遇到的一个事儿 真的是挺逗的 前两天呢 他跟一个女孩相亲 他刚把自己的情况 跟女生一说啊 这女孩就巴拉巴拉 就开始说开了 哎呀 我看你条件是不错的啊 那就几个要求 结婚的话 我们家要五十万彩礼 北京呢 三环内两百平的房子 不能有贷款的那种 房产字上啊 得写上我的名字 四十万以上的车 感觉呢 这个其实是已经老掉牙的套路了啊 大家也听的挺多的 没啥好奇的 对吧 那男生呢 倒也还挺好说话 他说啊 这些都没有问题 可是女孩接下来说的话 就有点离谱了啊 他说 咱们要是结婚了 是不是就是一家人呢 男生说对啊 那咋啦 女孩说 那结了婚 你不就是我老公吗 我呢 还有一个事啊 就是我欠了五十万外债 那结了婚 你得替我还啊 这时候男生心里就开始打鼓了 合着你是要找一个 给你还债的呀 那债还完了 还拿着五十万彩礼 再跟我离个婚 这里外里的 挺合适啊 真能算计 然后男生也就不示弱了 他对女孩说 这倒没问题 但是我也有个问题 要问你啊 那如果我也欠五十万外债 你会给我还吗 你都想不到 这女生怎么说的啊 他说 你欠五十万 我还能跟你在一块吗 你都没有能力养我了 也没有能力保障我的生活质量 那我还跟你在一起 干嘛呀 男生说 那你们女的不一直 都在讲男女平等吗 原来就是个口号啊 提到女性利益的时候 就倡导女性优先 谈到责任复苏的时候 那就是男人的义务 女孩马上就说 我这么貌美的女人 那有的是大把的人追 哪怕你给我花钱 那也是你的骄傲 男生说 这骄傲还是算了吧 不稀罕 要钱的时候 我就是你最好的依靠 没钱的时候 我就配不上你的美貌 你还真是一套一套的 女生刚又要开口 男生立马就说 你闭上你的嘴巴 我看不上你这样的 听懂了吗 就是这么个事啊 我就是觉得吧 这男生怼的呀 太有水平了 你们说是吗 今天这个事吧 又差点没把我给欺诈了 88年的女人啊 离异的没孩子 她呢就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 非要找一个总经理 董事长这种级别的男人 我也劝了她多次了啊 我让她降低一点标准 人家就是死活不同意 哎 这不都给她见了 三个老总级别的人物了吗 第一个还真是看上她了 人家就比较直接 问她愿不愿意做她女朋友 她说这男的呀 有病才见了几次 就让她做自己的女朋友 太简单粗暴了 然后这位呢 直接她就趴死了 那见了第二位呢 第二位觉得也不错 后来呢就约她到家里 做了顿饭给她吃 什么都没有对她做 非常尊重她 这不挺好的吗 哎 结果呀 这位说 这个人太小气了 抠门 让我到家里 就是为了省一顿饭钱 这种啊 我也不感冒 就跟我们说啊 赶紧的赶紧的下一个吧 于是今天啊 又给她见了一位老总啊 可惜这一次 她的运气可就没有这么好了 这位呢 直接就跟她说 没有看上她 对她根本不感兴趣 这还得了 对于自信爆棚的她来说 这简直就是 不会发生的事 啊 于是呢 这就跟捅了马蜂窝是一样的 各种来质问的 说男士加了她微信 为什么要加 没看上 还加微信干啥 啊 说没看上 为什么还要来见面 她的逻辑就是 不喜欢 大概率就是长相不喜欢 那为什么要见面呀 当时介绍的时候 看了照片的 不满意 没感觉 还过来见面干啥 她其实啊 说来说去就是 她的颜值已经这么高了 既然同意见面 就是看上她了 哎 就是看上她的颜值了 看照片 也是能看出来感觉的 她说这些的意思啊 就一直是在强调 她呢 是个美人 人家就不能看不上她 如果人家看不上她 那就是我们的问题 就是男士的问题 于是我跟她说啊 别说这种级别的男人 就是一个普通一些的男生啊 来相亲 他也不可能只看你的颜值一向 就能看上你 对吗 人家不需要考量一下 你的性格 谈吐 内涵 三观 这所有的东西吗 真的啊 有这么幼稚 可笑 还肤浅的女人 她就觉得 自己有一张好看的脸啊 就能hold得住 全天下所有的男人了 谁也不能拒绝她 这是不是 挺可笑的呀 最近啊 有两个事啊 你们来评评理 到底是男生的错呢 还是女生的错 一个女生呢 硬要参加男生的一个饭局啊 晚上啊 她喝多了 男生就开着车 带着女生 往自己的家里去 女生呢 有点迷迷糊糊糊的 也不知道情况 下车之后 看见男生把自己 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酒忽然也醒了一半了 男生就说 这是我家 你要不要上去看看 或者坐一会儿 女生居然同意了 也跟男生也上了楼 于是啊 女生还在男生的家里 木了雨跟了衣 男生说 要不今天你就住这吧 你睡卧室 我呢 睡客厅的沙发 可是到了后半夜 男生就开始敲女生的门 女生不开 两个人便争吵了起来 男生怕吵到了邻居 就叫了辆车呢 把女孩送回家了 但是 女孩可没有散发甘休 第二天 他就跟所有认识 他们的朋友 群发了一篇小作文 说 这个男生是个臭流氓 没素质 还有另外一件事 一对刚相亲 认识不久的男女 彼此呢 都很有好感 他们想往 结婚的方向去交往 由于认识的第二周 两个人都要去外地出差 男士就邀请女生 说你忙完了以后 去我那个城市找我 于是他们在男士住的 大酒店餐厅吃了顿饭 饭后呢 男士就邀请女生 去他的房间坐坐 女生没有答应 男士被拒绝了 觉得脸上特别特别挂不住 就甩了一句 说那一会儿啊 我就回北京了 你呢 就自己安排吧 然后就把这个女生啊 一个人扔在了酒店餐厅里 你们说说 这两件事 到底是谁对谁错呢 你们看看啊 现在是不是这样 越来越低的 结婚率和生育率标明 男生们真的是在动真格的了 他们现在不愿意追求女生 也不想结婚 有人说 现在国内的男生啊 正在进入一个 自杀式的单身 和报复性的不婚状态 男生们对女生的态度 是这样的 你不是男追吗 那我就不追了 行不行 我宁愿单身一辈子 我也不做舔狗 看看谁活得更潇洒 你不是生育警告吗 那我直接不生了 总行吧 我不愿意被人拿捏着 咱惹不起 咱还躲不起吗 咱未来 养老院见 行吧 试婚男生 他们现在正在企图 用这种方式来回击 当下扭曲的婚恋观 为将来啊 制造出一个男女婚恋 平等的年代 话说啊 现在有很多女生 她真的是挺作的 谈恋爱 要各种考验男生 测试男生 全过程 她必须得是一个 被付出的一方 各种节假日的礼物 转账 红包不说啊 自己连一点回馈的意思 都不会有的 就是觉得理所当然的接受 他们的思想就是 你不是要追求我吗 那就得拿出这些行动来 最后点不点头 买不满意 那当然得看我的心情 要说到结婚 那就更加变本加厉了 一个男人要把他取回家呀 就得答应他各种条件 甚至还有他们家 那些不合理的要求 要真的结婚了 人家说了 那我也是富养 长大的小公主好吗 你不能让我做家务 再说我也不会啊 有的女生 还不愿意生孩子 嫁过来 就是从父母的宠溺中 换成一个男人来宠溺 没有任何的成长 这些富养长大的女生 最后基本都是这样一个结局 还有女权思想的洗脑 我们可以参考日本韩国 他们曾经都发生过 极端女权现象 导致他们的男生 宁愿大量的单身也不愿意结婚了 男生躺平了之后 他们的女生 不要彩礼 不要房子 不要求一切 他们的要求也一降再降 男生仍然无动于衷 如果我们这一代年轻男女啊 真的是大量的不结婚 那么日本韩国不就是我们未来的样子吗 多年之后 我国的婚恋现状绝对会是另外一番景象的 但是这样做会不会太极端了 咱们评论区聊一聊好吗 今天这个事吧 也真是够让我毁三观的 有个二婚女 36岁了 带了个10岁的女儿 好不容易啊 我给她找了个42岁的二婚男 也带个孩子 12岁 你说吧 这两个人不管从年龄相貌 分框和经济状况来讲 都挺般配的 谁也不要嫌弃谁 对吧 那两个人相处了三个多月 不行了 今天啊 这女的就来找我啊 说了一堆男的的不是 就你们来啊 评评理吧 这到底是谁的问题 这女的说 我当时呢 就觉得我们俩各方面条件还蛮合适的 就想处一处试试看 但是这个男的呀 就很不积极的样子 从来不主动聊天打电话 也不发信息 我呢约他出来逛一逛 他很少说话 也来过我们家吃饭 但是他每一次啊 都空着手来的 连个水果都不会买 女的就觉得 我虽然不擦这三瓜两枣的 但是啊 这么个成年人了 你连个最基本的人情事故 你都不会吗 这是不是太瞧不起人了 处处都是我在主动 所以我觉得我把自己弄得一副 很不值钱的样子 正是因为我离过婚 单身的女人 她是不是就觉得 可以白嫖试一试 是不是就觉得反正不用负责任 所以我觉得 二婚 我就是要图钱 那如果连钱都图不到的话 那我还图他什么 啊 谈恋爱的时候都没有的东西 难道结婚以后 会有吗 如果感情不落实到 吃饭 穿衣 睡觉 输钱 那他有金山银山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他如果觉得这份感情 根本就不需要花钱 或者说 我不值得他为我花钱 那我就放弃算了 没有继续接触的必要 真正满眼是你的人 那一定会时时刻刻 想着为你花点钱 会琢磨着 哎 你喜欢什么东西 会处处为你着想的 让你开心一点 虽然说谈钱很现实 但是这也很真实啊 一个连钱都不舍得 为你花的人 怎么会舍得爱你呢 可能钱啊 才是他的命 那他就跟他的钱过去吧 我听他说完 这一大堆老骚之后啊 我当着他的面啊 给这个男士打了个电话啊 沟通了一下情况 男士说 他经历了两段婚姻 真的被骗怕了 现在真的是不敢付出了 这女的一听啊 马上接过来就骂上了 他冲着电话里就说 我配 抠门就是抠门 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如果连买个水果 都是要花钱的话 那 别人要是请你吃顿饭 你是不是觉得 别人都是骗子呀 你就是骨子里 就是自私 与你有没有钱 没有关系 你什么玩意儿啊 难怪会离两次婚 男士一听就没说话啊 直接把电话给挂了 你们说一说啊 这两个人 到底谁对谁错 现在啊 被毒鸡汤毒傻的女人 和那些三观很正的女人 她们的区别啊 真的大了去了 被毒鸡汤毒傻的女人 她说啊 你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你 一定要看他给你花多少钱 花的越多 说明他越爱你 不舍得给你花钱 又抠门的 那一定是不爱你的人 女人给男生孩子 那就是对男人最大的奉献 所以他对我们好 那是应该的 他就应该付出代价的 那是他欠我的 要不他自己生一个给我看看 她们还说啊 那些只投感情不投钱的女人啊 真的 是这个世界上最傻的女人 最后呢 都会说的很惨很惨 倒贴的女人 那不用提了 那真的是存到家了 一个男人连家都撑不起 那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吗 如果我又有钱 我又有帽 我还有子宫 为什么我非得结婚 要不我要个男人干嘛 给我添毒是吗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三观很正的女人 她们怎么说的啊 她们说啊 我又不是什么商品 我的感情不需要用金钱来换取 男人给我花的钱再多 也不一定代表他爱我 真正爱我的男人 是会给我一个家 用一辈子来守护我的人 我不认为生孩子 就是给男人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孩子 那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 我们都很爱他 是我们共同生命的延续 也是我们爱的见证 他们也不会认为那种图钱的女生 是傻瓜 反而这些女人才是聪明的 因为婚姻她一定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 财富是可以两个人一起奋斗努力的 这样的婚姻才会稳固 才会幸福 在婚姻关系当中啊 一个女人要是没有钱 大部分的男人啊 都愿意养她 而一个男人如果没有钱了 那些物质女啊 就马上想远离她了 而一个真正的伴侣 一个妻子却会不离不弃 她会说没事老公 我养你 当男人东三栽起的时候 有很多傻女人 又会回来找男人 还能要她吗 傻女人呢 天天都在喷男人啊 男性欠我们整个世界 一边呢 又要公平 一边又要求别人 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而真正聪明独立的女性啊 她们是把男人当朋友的 当人生的伴侣的 当一生的盟友的 是共同进步的良师义友 你们觉得到底哪种女生 更值得被爱 更值得被选择呢 她们到底谁傻 谁更聪明呢 评论区咱们聊一聊 好吧 最近有个事啊 我跟大家念的念的 在相亲的时候啊 主动的女生 到底有多吃香 一说这句话 可能又有女生想骂我啊 你就先别喷了啊 听我说完 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见了太多了 这不啊 前几天刚领这 领完的一顿啊 给我来报喜 我就知道这个女孩 能嫁得很快 也嫁得很好 就半年前啊 我安排她俩见面的时候啊 大家都知道嘛 现在是分多肉少 优秀的男生少啊 所以那天我就安排了 另外一个女生呢 也见这个男生 话说啊 这位男生条件呢 是真心不错啊 在银行工作 硕士学历 北京有房有车啊 90年的 180的个儿 长得呢 白白净净的 总体来说 这样的男生 也算得上是相亲市场上啊 相伯伯了 所以两个女生呢 对她都挺满意的 希望后续啊 能有发展 男生呢 对这两个女孩 长相啊 她都挺满意的 但是当时啊 有点分不出伯仲 所以呢 她觉得 跟这两个女孩啊 要不就先都接触接触 了解一下性格再定 结果经过了 一个多月的接触下来 男生决定选择 其中那个 比较积极主动的女生 她说啊 其实她原本呢 是内心是比较 看好另外那个女生的 但是 她说那个女生啊 明显就是慢热行 发个信息啊 很久才会回复 因为她出来约了两三次 才说自己有时间 平时聊天话很少 每次呢 还是女生要结束话题 出来约会 从来没有买过的 连一瓶矿泉水 都没有主动买过 送她回家 也依附理所当然的样子 一句谢谢都不会说 也给她送过小礼物啊 那女孩啊 也欣然接受 但是从来没有 回馈过任何东西 这个男生说 我也搞不懂这个女生啊 她到底是很享受 这个追求她的过程呢 还是她对自己 就没有那个意思呢 而那个主动的女生 就不一样了啊 在这个卖热的女生 还在等着男生追求的时候 她已经跟男生 一起经历了好多事情了 她会给男生做烘焙 做小饼干 做糕点 带着约会的时候 两个人一起品尝 她的成果 她也不会半天不回信息啊 看到了就会回 她也会主动的 约男生一起去爬山 去骑行 回到家 还会跟男生 分享今天的心情 男生请她吃饭 她也会请男生喝咖啡 男人请她看个电影 她也会买好奶茶 男生给她送个小礼物 她也会回馈点小心意 男生送她回家 她会每次下车的时候 都跟男生说 谢谢你送我回家 就是这么个 开心快乐可爱的女生 直接秒杀那位慢热的啊 结果你们都知道吗 我后来 问过那个慢热的女生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男生 她说 没有 我挺喜欢她的 但是不知道她为什么 追着追着就不追了 你们说可笑不可笑啊 如果是你 评论去说说啊 你会选哪位 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啊 极端女权主义 她们的理论是怎么样的呢 她们说啊 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这么高 而且大多数都是女性提出来的呢 那是因为男人在婚姻当中 是最大的受益者啊 而女性在婚姻当中 最大的不公平 就是在于怀孕生育这件事 这个事还不能用金钱来计算 她们说 女性一定不能沦为 给男人生孩子的机器 还有呢 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 这些也是不能用费用计算的 所以女性照顾家庭 带孩子做饭 那不就是个免费保姆吗 如果按照女性 在生育这件事情上 创造的价值来讲 男性未必给得出这个价格 所以说 聪明的男人 会把老婆当成自己的宝贝 而且 就根据目前这个结婚率而言 你以后有一个老婆啊 你就稍高香饱 别拎不琴了 因为孩子生出来 那也是跟男人性啊 那女性确实就是在给男人 传宠接代吗 这件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 她绝对就是不公平的 她们甚至认为 不结婚 不生孩子 有能力 经济独立 有自己的事业 自强自立 不依赖男人 那才算得上是一个 真正的独立女性 哎 虽然说啊 我也是个女性 但是我必须说 极端女权主义 那就是一场阴谋 她宣扬女性觉醒和男女对立 那我就想问一问 如果你认为 在家当全职太太 就是给男人当佣人 那么你出去工作 是不是就在给资本家当佣人呢 她让你认为 在家帮助自己的丈夫 照顾家庭 那是在被奴役 但是出去为雇主效力呢 那就是一个独立女性了 这个不是扯淡吗 生个孩子 跟男人性 就对你不公平 那你可以加上你的性啊 孩子从你的肚子里出来了 以后要管你叫妈 那不是你自己的孩子吗 你说婚姻当中 男人是最大的受益者 那到底体现在哪里啊 你是给男人带来了 经济上的利益吗 还是给男人带来了 情绪价值上的利益呢 或者说 你是提升了 他的社会地位方面的利益吗 如果说你认为 你赚的比男人多 你就觉得凭什么 老娘要伺候你啊 那这句话 我们换一个性别来说啊 那是不是 如果一个家庭里面 男人比女人挣了多 那这个女人 是不是就应该 乖乖地伺候男人呢 所以极端女权主义 它是自相矛盾的 根本经不起推敲 你仔细地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应该认识到 在婚姻当中 男女不应该对立 女性呢 是否有自我 并不取决于 她是一个全职太太 还是一个职业女性 其实全职太太 是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的 如果你也明白 这个道理的话 你的家人 她也就能明白 那你的婚姻 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所有的角色 我们都应该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 才能够达到一个 和谐的状态 所以我们要让极端女权 去她该去的地方 你们说对吗